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红潮禁闻 今天是美中时间的6月20号星期一 我们来关注最新消息 中共暂停进口台湾石斑鱼 令台湾养殖业者无所适从之际 日本渔业养殖业者伸出援手 要买民主的鱼 日本产机新闻19号报道 日本最大的鱼业养殖业者福岛县领养鱼厂的董事长林慎平 已经与台湾屏东县的业者取得联系 并开始就价格和运输路线进行谈判 林慎平是一位著名的亲台派人士 他说看到台湾受到中共压迫 想要支持台湾的日本人非常多 用吃民主的鱼来声援台湾 我想这个潮流将带动很大的需求 林先生准备先进口两到三吨的石斑鱼 让相关餐厅业者试吃 并摸索适合日本消费者的料理方法 随后将组团去台湾考察 确认石斑鱼的养殖状况等 然后正式开启石斑鱼的进口 目前已经有几家大型的寿司连锁店表示 有兴趣接受石斑鱼 中共本月10日以验出禁用药物为名 对台湾石斑鱼下达禁令 屏东县养殖渔业发展协会总干事 养殖业者陈启宏对希望之声表示 陈启宏表示到底哪一部分有问题 应该双方共同解决 而不是单方面的停止进口 陈启宏认为禁止石斑鱼 对台湾民进党影响不大 反而像是打压台湾国民党 因为石斑鱼被列入ECFA早收清单 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 日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美时 曾提出国民党亲美不亲中 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等说法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斑鱼夫 20日对希望之声表示 他这种停止其实违反WTO的规定 是设置非关税贸易壁垒 这个事情其实是到WTO台湾是可以公告的 它这是一个非常遏制的一种手法 根据台湾行政院农委会2021年 台湾出口到中国大陆的石斑鱼 约6000多公吨 石斑鱼夫说 日本市场是几十万吨几百万吨的市场 日本市场是足够大的 石斑鱼夫表示 台湾一方有难理应八方相助 日本不怕因此激怒中共 去年的台湾菠萝 番荔枝 莲雾等水果 也被中共禁止输入 石斑鱼夫说 连日来中国南方多地持续暴雨 造成洪涝灾害 而北方多地则是高温制烤 如河南省不少地方 高温甚至达到了涉事40度 根据陆媒19号报道 南方地区持续受降雨暴雨影响 福建 广东 广西三省 区域平均降水量达到621毫米 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 受持续性大范围降水影响 华南 江南多地近期发生洪涝灾害 珠江流域117条河流 发生超紧洪水 广州中心城区15号 出现超百年一遇的高潮位 城区所有克伦航线停运 6月20号广东邵关市发布暴雨皇子预警 城区内很多低洼地带积水严重 其中真无两区低洼地段出现不同程度的内涝 公交路线全部暂停运营 6月19号上午 邵关市连堂路消防救援站的一辆消防车 突然遭遇山洪爆发 失去了动力 司机利用水市将车辆摆正 停靠在主街道区域 另据报道 17号20点至18号9点 邵关市新丰县花山北街出现山体滑坡情况 使新县爱子镇公路旁的排水沟被冲毁约1500米 三处灌溉设施不同程度损毁 约2公里 共新增倒塌无人居住房间22间 两处道路塌方 中共水力局最新通报称 20号江西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 珠江流域可能发生流域性大洪水 就在南方雨水猛贯之际 中国北方多地则受高温制烤 其中包括河南 山东 河北南部等地 16号 河南52个县市最高气温达到了摄氏40度至42度 郑州为今年全国首个高温40度省会级城市 气象站更是记录到了西闪站的地表温度达到74.1度 河南省水力厅城 目前河南已经达到了轻度干旱等级 南北气候两极化的发展 也被网友形容是广州降大雨成为广州 河南热到干旱变成可难 日前中国网络上的一条长州医院骨科医生 集体嫖娼的消息不断刷屏 引发了中国网友的围观热议 虽然长州市官方宣称这是谣言 但是仍挡不住舆情的海啸 根据网络热传的聊天截图爆料 江苏长州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医生 集体嫖娼被抓 造成医院整个骨科手术都停了 事发后有医院领导前往派出所捞人 涉事医生罚款教育 医药代表罚款教育拘留 但也有消息称 涉黄的医生并没有被捞出 相关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的热议 有网友表示 众所周知 医院的骨科是创收最高的科室之一 是医疗产业化 市场化最高的科室之一 资本变异人 使人变鬼 出这种事情不奇怪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团玩弄女性 另有网民表示 医院确实乱 自己的父母就在医院上班 很多女性为了升职就得陪院长睡觉 还有网民表示 部队也一样 老兵带新兵休息日的一个固定节目就是嫖娼 虽然也有人认为不可能是真的 但是有网友表示 看了网络上的多个视频 不像是假的 而且长州医院骨科确实都停班了 还有网民指认 相关视频给长州医院实习的朋友看 认出了当中有他朋友骨科的代教 就在网络舆论不断发酵之际 中共长州市政府新闻处工作人员称 相关消息是谣言 公安机关已经找到了造谣者 正在查处 不过网民们对官方说法并不买账 有人嘲讽说 看来是各级领导关系打点好了 还有网民表示 大家要反着听 说是已经找到造谣者了 就是找一个背锅的 再敢乱说话 找个理由拘留 集体嫖娼是谣言 有个别人没趣 为什么谣言总喜欢盯上他们呢 谣言要用事实来辟谣 不是喊一句就能成的 谣言是当今社会处理问题最好用 最简便 最有效的名词 不少网民还直言官方的话还有公信力吗 近日上海多家银行取款队伍大排长龙 有人凌晨2点排队 但是不到5点就已经没有号 引发了储户恐慌 除了上海之外 广东以及支付宝也爆出了限制取款问题 上海全面复工复产之后 首先迎来的是挤兑潮 上海多家银行爆满 老人凌晨2点排队 一度冲上了热搜 银行窗口办理业务每天只限号40个 自动取款机时好时坏 储户较苦不叠 有网友对此评论说 现在各地几大银行都是这样 时评人文昭认为 多家银行出现同样的问题 显然不是简单的取款机故障 这摆明了就是限制储户提款 迫使他们转向柜台服务 上海居民王女士对希望之声记者说 中共央行上海总部说 受疫情防控等因素影响 现金服务需求仍存在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根据第一财经报道 上海银行业6月6号全面恢复营业 现在已经过去十多天了 曲线高峰还在持续 去国银行的上海市民李先生认为 这不仅和疫情防控有关系 现在国民经济出现问题 有人将上海取款难现象 与河南村镇银行爆雷联系在一起 认为有可能是上海的金库里 也出现了现超荒 文昭表示 如果还有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可能大风暴要来了 根据新浪20号报道 江西九江一名储户去当地的农行取款 被限制一天只能取1000元 还有网友上传视频称 深圳农业银行也限制 每人每天只能取款1000元人民币 6月17日晚间 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台南的四场演出圆满结束 巨大的掌声回荡在剧场 观众不舍 起立致意 当天的演出吸引了台湾不同领域的企业负责人 与工会领袖慕名而来 还有企业董事长带领家族成员前往 金融公司董事长苏文章观看神韵演出之后 对新唐人表示 他过去就很想看神韵 但都擦肩而过 今年发现周边朋友都在推荐神韵 他决定不再错过 并邀请不同县市的家族成员 共13人齐聚一同观看 演出给他们留下了感动与共鸣 苏文章大赞说 神韵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那一幕实在很震撼 我觉得非常的棒 宛如仙境一样 女高音老师在歌唱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她的声音穿透性 真是直达我们的心灵深处 神韵演出我真的觉得 她真的就是连接我们美好跟人的心 一个最棒的桥梁 新唐人报道指出 神韵口碑在台湾企业界口耳相传 商业网络组织有120名成员来欣赏神韵 不同领域的企业主也对神韵大赞不疑 冷冻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秋雄表示 每次看神韵都感觉自己是在充电 有很好的正能量 专专业洗衣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汉文说 神韵改变了她对舞蹈 还有整个文化 中国文化的体验 精气神的融合 对她来讲是非常的震撼 车灯照明升级公司执行长洪志毅赞叹说 虚实结合的方式真的是让我非常的震撼 也非常的感动 二胡的部分在现场聆听 她的演奏非常的动听 畜牧场负责人苏文聪表示 演出充满了正能量 充满真善忍 进口食用由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元佑也盛在说 神韵演出是世界一流的水准 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 神韵国际艺术团将前往高雄 展开为期5天7场演出 观众朋友 我们在今天的新闻当中说到 常州医院骨科医生集体翻车的事件 尽管中共官方是辟谣了 但是中国网民不信 不过也有网民认为 这是中共故意制造一些更加疯狂的事情 亦压过某些事情 相信网友所指的这个某些事情 应该就是最近最受舆论高度关注的唐山打人事件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留言讨论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订阅 留言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